统一祖国这个话题,最近成了街坛相议的热点。武统这个词汇,正是进入政治、外交和人们的日常与会。也就是最近这一年的事情。从全世界无异人提武统,到全世界人人谈武统。猜测什么时候武统?这是国际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就叫无中生有。这就叫造势。 从起初美国人绝对不相信中国人敢于武统,到现在美国人绝对不相信自己敢于出兵。这个大事,很明显在超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。读者朋友们,这个舆论风向的巨大转变,背后是有高人、大手笔、战略的。是大家坚定不移持续不断推动的。一般人理解的武统,就是用武力统一台湾。 简单的说就是开战。用一个字概括就是打。大家也是盼望早、打、快打、冷打、横打、痛打。 可是战争是要死人的。双方都要付出巨大代价的。毛主席从井冈山时期,就有一个高明的战争胜负官。 叫做不能做亏本的买卖。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。才是共产党的战争哲学和统一的最高境界。 关于如何打仗。我们的老祖宗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指导思想。那就是孙子兵法里面反复说到的意思。 事故百战百胜。非善之善也。不战而去认之兵。善之善者也。 美国老现在就是在跟我们玩这一手。其实战争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艺术。 并不是一味用强的游戏。那么大陆统一台湾还要多久?统一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?我的回答是。 五年内必然统一。这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。我们国家历来,说话是算数的。 既然宣布2035年修通到台北的高铁。那就铁定会是如此。修高铁。打通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海底隧道。 这么大的工程是世所罕见的。就算中国是基建狂魔。就算祖国统一如同给建设者打了兴奋剂一样。 无论如何最少也需要五年的建设周期吧。另外勘探、设计、论证、并案。怎么也要给个三年时间吧。 所以时间节点应在2027年之前。2027年是解放军建军一百周年。建党一百年。建成小康。彻底摆脱绝对贫困。 是了不起的功勋。建国一百周年。我国将成为世界一流强国。那么建军一百周年。作为无敌于天下的。战胜过内外一切敌人世界名履、威武之师。 没完成祖国统一岂不是天大缺憾。作为世界大国。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。世界军事前三强。还让一小撮台独顽固分子。盘踞在宝岛上张牙舞爪。令我大中国不得圆满。 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。解放军官兵也不会答应。官方对这个问题的表达是。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。是中华复兴的必然要求。 在考虑到2013年到2027年。正好是下一届中国政府的任期。所以统一必然在这个时间段完成。如果要预测的再精确一点。2025年前后。是最佳时间。因为这个时候。 新一届政府已经完成磨合。经过三年的攻心战。时机也已经比较成熟。可以动手统一了。目前我们的工作。应该是有条不紊的攻心。上攻者。先攻其心。后攻其城。 所以攻心为上。攻城为下。舆论战。攻心术师战争的第一等。是最高明的战法。因此我认为。 未来我们的统一进程。是武统作为后盾。文统作为先导。就是用文宣舆论攻心。团结绝大多数。瓦解孤立极少数。最后消灭极少量敌人达成合同。国台办宣布已经拟定台独顽固分子清单。并将对他们进行刑事审判。终身追责。就意味着祖国统一的行动已经点火。文统已经正式登场。 对台湾人民。我们的态度是捍卫利益。保障民生享受尊严共享发展。道路更宽。统一将给台湾人民带来百般幸福和万世太平。对所有参与台独活动台独组织的人。我们的态度是指败首恶。邪从不问。对反对台独的各界人士。各阵囊组织。我们的态度是。台湾统一后。他们都可以参与政治协商和治理工作。 台湾和大陆的许多拥有地方法规的自治区一样。将全心全意为台湾人民服务。对于台军我们的态度是。台军要意识到。你们的称谓原是国民革命军。不是台湾独立军。 国军曾经完成北伐统一中国。也曾接受共产党军队八路军、新四军的加入。并肩战胜过凶恶的日本鬼子。今天你们要对得起过去的光荣。你们只能为保卫祖国,而不能为分裂祖国而战。 如果国军兄弟临阵反歌,武装起义,不做抵抗。则有机会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。享受两岸人民的称赞。世界同行的尊敬。如果富于顽抗。只能是一笑大方。死路一条。也会连累家属子女成为台独余孽。统一后很难台,气逃来。 所以国军兄弟也要三思而后行。毛主席曾经担任国国民党宣传部带部长。有眼不识泰山的国民党排挤走了他。蒋介石当年则去抓了枪杆子。最后是毛主席的笔杆子,战胜了蒋某人的枪杆子。蒋离开大陆时,曾经哀叹。我们的文宣不如共产党。这一次,面对大陆的文统,估计民进党会发出类似的哀叹。普京是谋略高手。 他说中国不动武就可以统一。中国大陆这么强大的经济实力。按购买力评价计算。规模早已超过美国。仅仅动用经济手段。就能逼台湾分裂势力就范。他其实点破了玄机。我们有些喷子不懂。还说普京是不愿意帮我们打仗。才故意说不需要动武。 其实文统的一个重要手段。就是在经济上给对方制造,困境。台湾40%货物出口大陆。每年近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来自大陆。如果大陆经济脱钩。台湾经济就会一片凋敝。 他短期内不可能找到替代市场。挨红遍野的时候。台湾人会明白这一切灾难。都来自该死的民进党。我多次说解放军公开。 不会有像样的抵抗。美国也不会派兵。不光是静态的分析。也建立在强大文统的基础上。 美国从实力上没有胜算。从利益上得不偿失。文统使他不好出兵。文统罢了全台湾人民普遍欢迎统一。他怎么出兵?出什么兵?所以美国他出不了兵。那时候民进党四面楚歌的几个小别三能翻起什么了?在他们身上用五统二字,简直糟蹋了我军光荣。那么蔡英文,民进党最想要的是什么?毫无疑问。对于民进党的主流来说。 实现台湾独立建国是其最大的梦想。如果没有中国武统这个因素存在。在如今民进党同时控制台湾地方政府。和立法机构的情况下。分分钟都可以修宪公投。将台湾独立公开化法理化。既然中国大陆是遏制台独的最大因素。民进党最大的梦想当然是希望这个因素。能够以某种形式消失。第一种可能。中国因为内部出现问题。 陷入动荡分裂和混乱。从而无暇顾及台湾。台湾顺势独立。第二种可能。把美国拖下水。制造中美冲突。让中美全面摊牌。希望在不发动核大战的前提下。中国被美国打败。台湾实现独立。 对于第一种。中国自己乱起来是不可能的。虽然很多台独分自天天自嗨冷嘲热讽。但中国不断崛起的事实。已经明显到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地步。 对于第二种可能。蔡英文。民进党正在争取。比如。蔡英文将台湾描述为中美两个大国。两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冲突的第一线。制造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退路的态势。 引诱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打出中美博弈的最后一战。因此。中国需要提防美国在台湾引诱下做出误判。不要让美国有在台湾问题上。跟中国提前全面摊牌的动力。对于蔡英文和民进党来说。幻想中国乱不太可能。幻想美国军事介入阻止中国武统同样不太可能。台湾只是一个棋子。棋子只有被利用的命运。棋子没有左右其手的能力。 棋子更没有让棋手为自己拼命的可能。